台北市财政局前局长邱大展被起诉 下午他发表了一份声明 他说双子星标案是捷运局主办的开发计划 财政局只能够对开发建议书表示意见 还说遭到检调的约谈 他的罪名从泄密改到诈欺到如今的背信 他批评检方是罗之罪名根本是欲加之罪 邱大展在两页声明当中用了重话说 检调有权可滥诉 他自己是孤城无处可深渊 对台北地检署感到痛心 并且形容他的清白是此心耿耿可招日月 他并细数自己从民国97年进入市府工作以后 如何创造经济发展等等攻击 如今却卷入双子星开发弊案 他表示会透过司法程序还自己清白